中国男性蔡徐坤先前被狗仔暴出与毅鸣 移称外女子 曾有过一夜情 随后蔡妈妈还要求对方堕胎 引发轩然大波 随着舆论不断发酵 她的代言广告遭到移除 参与的综艺奔跑把也停播两周 对事业造成极大影响 即便事后她发文公开道歉 强调双方是资源交往 女方当时已经成年 也没有强制堕胎的行为 人遭到网友们骂翻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 已经将所蔡徐坤相关的贴文影片全出移除 形同封杀举动引发热议 此外蔡徐坤代言的啤酒品牌 也将微博被警图下架 而网路上也流出 尸体包装上的蔡徐坤肖像 脸部被挖空或是土黑处理 似乎遭到品牌方切割了呢 obil车帅 顺利 水 感谢观看